陈小主演的电视剧《风起洛阳》备受关注,该剧也已杀青,目前正在后期制作中,这也是王一博既有匪之后的又一部武装剧,最近网友曝光了《风起洛阳》最新的高清路透,从照片上看,王一博似乎是和一个女生有对手戏,坐在那里看书的时候,看得特别认真,温润的公子哥这样形容,完全贴合王一博啊。 而另一张照片却引起网友关注,不少网友表示,第二张照片的脸部比例与第一张照片似乎有一定差距,不过,这应该是个镜头角度的问题,看上去有点呆板可爱,除演员阵容十分豪华外,服装造型也十分精致大气,另外,剧方为了还原当时大唐盛世的洛阳,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制作出各种大大小小的场景,就算是小道具也准备得很精致,很完整,由此可以看出, 王一博的整体质量将会非常不错,这出戏中,王一博扮演的百里红毅与之前的角色略有不同,在武力之为零,还需要别人的保护,扮其才智双全,头脑是其主要的武器,另外,剧中与宋毅之间的感情线,也是备受关注,了解情况的小伙伴都知道,王一博和宋毅是先嫁后爱,似乎从童年时代就有了婚约, 另有两位主演黄轩和宋倩,也值得关注,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于王一博的宋毅这对,这对是喜怒爱乐的设定,两人实力雄厚,这对感情线的发展小编也很期待,但该剧的重点却是家国大义,演员们在剧中都表现得很积极,按照之前曝光的排播表,风起洛阳这档节目,将在今年第四季度上线播出,上星也是必须要做的,期待啊!